咱们接着讲 吴老二 演的那本破书 就是民间手抄本 下面 红方进兵 进马都是正招 这局红方采用进马 黑方左马盘河 我们就冲兵 那准备再冲 斜马 黑方肯定要加护中路 然后上马 这个时候黑方有多种选择 第一种就是打断马腿 然后我们平炮 准备出局先手捉炮 把这个局高起来 黑方一看 就先闭一手 圣恩 就说你再出局 我这个炮可能按过来 那我们就先上马 踹足 再上马 这个时候就不能保足了 因为卧上槽 这个一瓶炮平居 就守不住了 黑方抓紧 守这个卧槽点 然后我们干掉这个组 下面黑方进一步居 也是必然走法 我们平居住炮 再上马 准备挂脚 只能垫居 然后砍掉这个炮 这个时候黑方入国 马三退一 那我们进居捉死马 关键 要奔窝槽来 黑方入国 马三退二 我们直接握槽 是吧 这个 干掉 就是煞气 所以 在这个时候 黑方只能 马三退四 用炮 守这个挂脚点 下面 红方 怎么走呢 民间守抄北 就是粗鲁 直接送去 黑方一看 拐拐 不敢杀 这个卧槽就没了 那问题是 黑方不敢杀 红方 红方要杀 黑方啊 白杀 是吧 抛着一张头 所以只能 走居 然后挂脚一僵 只能 平居 再然后 绝杀 无野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这里 对不好 不对 削炮 怎么样 炮都走了 还削什么 对不对 黑方 一合一 这个组 反正保不住 要丢的 有价值 至少 党 红方的 马路 浸泡 在响 黑方 要硬 平炮 打局 捉骂 黑方 可能都笑了 这种小伎俩 那你杀了吗 我进局 捉霜 对不对 关键 关键 大局 也盘出来了 下面 红方就 进局 黑方 得回狮子 进向 打局 然后上马 这 这 就是 叫杀 对吧 咱们也演示一下 就假设 红方 卧槽了 假设 这一瓶将 瓶居 虽然可以进室 但是直接看 不管用哪个炮打 这个瓶 瓶 就没了 当然刚才是演示 到黑方走了 原谱平居 这也是必然走法 这样来守泪 居在这里带着 肯定不行 下面 红方 就给盖住 这样还是要杀 是吧 后面有炮更快 黑方如果退马 显然也不行 因为这样 打双 把这个马削了 就守不住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黑方也只能是 搞 进室 挡着个马 我们就照头一棒子 黑方不能退室了 是吧 这个卧槽平居啊 当然也不能 进室 因为这个一挂脚 这边来不了 只能到这边 马后炮 这个地方 黑方平降 行不行 也不行 因为是八脚马 带着戏 这个一退室 平居就杀起 所以在这个时候 黑方只能是 走向硬将 仅此一招 然后 我们进马一将 只能进将 再退马一将 这边来不了 到这边的话 平居 进居 杀起 所以黑方 只能是 殿下 然后 平居在 所内 就解不了了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 禁居首 下限 这个是 将军抽居 这个时候 如果退将 是 双将 杀起 原谱是 选择 进炮 为什么呢 因为走什么 无所谓了 我们进马一将 将动不了 他只能 走向 进居一将 请上来 马后炮 虽然黑方 还可以电马 但是 我们进马一将 黑方是 单向 选择 然后 拜拜